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4月15号,柯杰对战连校的一场往期赛,柯杰直黑,连校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柯杰走了一个中国流,然后白棋挂脚,那么现在这种尖顶啊都是比较常见的了 一二三三,然后黑棋再挂一个,白棋锁一个,黑棋飞呀,比较常规的定型 然后柯杰呢就直接飞压过来了,那这个棋连校也是直接冲断 双方先在这个左下进行一番战斗啊,白棋长,黑棋肯定要把这个尖起来啊 这个棋不可能被白棋跳架到这儿了,这样黑棋就算三路全部爬回家啊 这个已经把白棋撞得太厚了,尖起来啊,然后白棋一飞,黑棋一靠 这个靠呢也是补掉白棋的一个冲断,那么接下来这个定型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 白棋扳的时候,这个AI给出的定型方法是黑棋马上直接断 然后白棋打吃,黑棋沾上,那么白棋把这个脚给坚定住 黑棋把这个旗径往外长,白棋跟着贴,黑棋扳二字头,白棋再一断 这样的走法呢,双方的这个气啊,都是特别的紧 然后黑棋再打吃完,下力 白棋跳方,黑棋再贴住 下一手棋呢,白棋是二路小间,这个是一个局部的棋形可以补断 马上呢,还有一个扳过,当黑棋扳的时候 白棋非常健合的把这个右边的虎给他走掉 然后黑棋再打 白棋把这个上方给拐住 双方呢,大致形成一个转换啊 黑棋会把中央吃掉 白棋这个脚暂时也没办法动 因为你接下来如果白棋要是粘的话 黑棋粘上啊,你吃脚 黑棋这儿马上来一个滚打保守 在外面这个地方已经补棋的情况下 比方说已经补了一手 我在一般,白棋下方这一团就死了 当然你不补棋不行 不补棋就被这个白棋从这儿一路挣过去 这样黑棋不行 总之这个段的变化相当的复杂 实在呢,柯杰是略失小气 在这个三三去拖了一个 但是这手棋只要白棋应付得当 黑棋是马上掉到二十级胜率 所谓的应付得当就是冲这一下 就简单粗暴的把你这个脚给吃掉 你断外面呢,白棋就二路斑瞻 把这个大脚一拿 你黑棋虽然说外面长了一手啊 但是白棋把这一些蚕子放在这儿 以后的味道也是特别多 可以马上拖先去这个左上挂脚 这个是白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图 实在呢,联校似乎上当了啊 他走的是这个斑 搬完之后黑棋反搬 其实白棋现在冲也来得及啊 只不够比刚才的这个稍微差一点 因为你现在冲下来呢 黑棋一沾,他可以活脚 你贴住,他一夹 你一路搬阻度 他就马上把这个打拔掉 这个可以活棋 至于白棋再搬在外面 那么黑棋就往外 护住啊 白棋冲先手 再一跳 黑棋就简单的把外面给吃住 这个一吃 那么这个变化呢 大致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白棋跟刚才比还是少了一个角 我们来看实战啊 实战联校想要简化局面 反而 这个被黑棋便宜了 你看一冲你挡不住了 马上来一个断打 你只有猴在这儿 这个肉眼可见的委屈 再被黑棋打 然后柯杰往这个下面一搬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夹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夹完之后再搬 这个马上气紧了一口 这个白棋有个双打吃在外面 他只能粘 然后黑棋把这个头挺出来 这个头是一个硬头 白棋靠压出去 你就简单的硬硬 这个黑棋还是不错的 是吧 下面也活了 上方也走到了 这个白棋中间 其实还是有些薄 那么实战黑棋是搬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长 因为白棋现在没办法打 打的话 黑棋如果粘了就中计了 被白棋往这儿一冲 这些奇襟全死 但是黑棋有一个粘的先手 你白棋是不能提这一下的 提的话 黑棋马上一路立 这个白棋大脚全死 让你吃 我往这儿一透点 这个白棋站不上了 再站一打吃戒不归 所以说 当黑棋往这儿搬的时候 白棋只能长 这个时候柯杰再夹 比刚才似乎慢了一步 夹完之后白棋冲断 黑棋先手一沾 白棋活脚剔干净 黑棋再长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也是来不及拐下 因为中间的钉丝还没有出头 先尖一个 黑棋压两下 把这个气藏出去之后 再一飞 白棋在外面 再一封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总的来说 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首先他抢到一个先手 第二点下方的这个空 没的还是挺大的 第三点 中央这三个子 虽然说现在是死了 但是以后的借用 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你看实战 柯杰往这儿先冲了 断一下 对吧 然后放置在这儿不管 下一手棋 这个黑棋是往旁边去拆个边 假如说你白棋要是胆敢在中间不补的话 以后会有怎样的借用呢 那黑棋可以从这儿断打出来 你断 这两下拍是先手 这个拐是个先手 是吧 你以后吃 这个打又是个先手 这一块黑棋多了一堵围墙出来的话 对于你白棋的脚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在这儿露一手 这个白棋基本上右边就别想围了 所以说实战 当柯杰往这儿去拆手的时候 白棋是必须要去尝这一下 把味道给消掉 好 下一手棋 黑棋是在右边打入 当然这个地方操作空间是非常大的 你不打这儿也行 你从这个二路露 也是一种走法 这个就是一个AI的定势 白棋点脚 黑棋搬 白棋把这个走掉 黑棋虎 白棋再一飞 黑棋再见一见 后面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 总之黑棋的选择非常多样性 打入 白棋往这儿去夹一手 当然白棋右下角还是略显空虚 柯杰马上非常敏锐的在二路再点一手 这个就进入到了柯杰所擅长的一个领域 就是这个棋特别的灵活 下手棋 白棋走的是顶 其实白棋有这个心情去盯一手 盯一手就切断黑棋的联络嘛 但是你这样走的话呢 等于说下面 这个这笔账还没算完 这个黑棋再往上面露一个 这个白棋可能走半天会有落空的嫌疑 因为你这个棋其实也是被切断的状态嘛 你在往上靠出头 黑棋就顺着你走 你在跳风头 那么黑棋下面搞一搞这个上面封一封 是吧 你白棋也不可能甘心走这儿 走这儿黑棋以后还有这个三路拖 你也吃不干净 你要是想大吃呢 那黑棋还是拖过 走之后黑棋贴上了 对吧 只要杀不死 白棋全盘没空啊 就中央这一点点 对吧 不够 所以说白棋还是比较的厚重啊 走得顶一手 那黑棋还是这一招 看白棋怎么硬啊 白棋如果说跳呢 那我就度过 这个其实跟实战差不多 黑棋等于说先手把这个脚全部捞光 实在呢 白棋是尖 还是一样的 黑棋搬过 唯一的好处就是白棋暂时抢了一个先手 但是底下还露着风啊 下手棋连销回到左上去碰 这个也不能老是跟着 柯杰的步调去走啊 要不然就越走路越窄 先下手围墙碰一个 这个棋呢 黑棋当然硬法也很多啊 他实战是长三三 如果你搬的话也行 搬的话呢 白棋就从这个底下搬过 搬下去 如果你断的话 这个黑棋上下两个毛病不太好处理 那你就打这 打这儿之后再沾 白棋关键这儿有个组合拳啊 就是点 这手点马上瞄着这个三路飞下去 这个底下要出棋 所以说黑棋补一手的时候 白棋压完再一搭 可以说白棋的这个步调是非常的好 并且你黑棋右边还没有完全活 那么实战柯杰不想给他任何借用 长三三 白棋贴住 这个地方走重一点没关系啊 反正在黑棋的大空里面 你只要能搞出棋就行 白棋一搬 下一手黑棋是搬住 这个也是第一杆 当然了 你沾也是可以的 沾的话 等于说没有给白棋那么大的压力 他这个头没有被挡住 但是再搬的时候 黑棋就有脱先的余地了 因为这个脚上黑棋没有问题嘛 比如说把右下的这个地方给洞出 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实战柯杰选择虎的话呢 被白棋一断打在一虎啊 由于黑棋弃紧 白棋马上有个二路利 你是必须要拍上去 那白棋给你开截 这个一切都在连校的计划之中 白棋下方这个打是个戒材 这个你不硬被左下角全部惊吞受不了 所以说得打一手 白棋提 下一手你看 中间这几个残子发挥作用啊 虽然说这个截稍微有点损 但是损的也有限 白棋必须跟着走 提掉 下一手棋 白棋走的是这个右上角的点 这一手棋可以说 作为劫材来走的话 杀伤力并不够啊 AI的一选呢 是走这个断的位置 这个确实要给黑棋更大的冲击 黑棋肯定提截嘛 他这个脚上截打不起 提截 白棋把这个拍死 对吧 黑棋在这掉一个 白棋渗透到脚里面 黑棋搬我走 你再挡住 这个白棋的脚可要可不要 因为黑棋上方潜力很大嘛 我可以掉一手啊 你要把我脚吃掉 那我就往下继续压缩你 这个白棋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你看这个白棋右边围的不一定比黑棋上方要小啊 对吧 完全可以接受 实战走这个不疼不痒的啊 这个柯杰直接提截了 你冲断也并没有伤到这个黑棋的筋骨啊 只是伤到一些皮毛 黑棋衫外面也很厚 你跳 然后克杰又祭出了神之依靠 这手机器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这个绝对是一个手筋 就是专门对付这个形状 你走其他的都没用 什么冲啊 这些都太软了 对吧 这个白棋是必须要去冲 而且你这种冲啊 越冲自己的棋越重 就不可能给你任何棋子的机会 可以说这盘棋下到这儿呢 本身从右下 从左下角的这个布局来讲 双方还是五五开 但在右边以及左上这个杰的处理 不得不说 柯杰真的是滴水不漏 先把这个地方倒出腾锣 把白棋搞晕 上方这个杰 也是把白棋忽悠的找了一个小杰材 结果被黑棋弄出来 这么一靠之后 主动权全部掌握在黑棋手中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半盘的解说 可以说是精彩奋臣啊 这个战斗是相当的激烈 请我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企业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柯杰 对战连校的这场往期赛 那现在柯杰往这个右上角一跨 白棋其实已经很难下了 你看他实战 冲完之后 连这个断都不能断 断一长 白棋就不行了 连校也只有往外冲 黑棋一沾 白棋再断 这个白棋的气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啊 并且这个棋形呢 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在这个翻打的位置 马上就把这只眼变成假眼 这手棋也是AI的一选 我们来看一下 走完之后黑棋长 你白棋往外冲 对吧 这个地方你是受不了 被黑棋往这先手把你给滚包一圈的 这个绝对不行 你得往外冲 黑棋一般你沾 对吧 黑棋再一跳 这个时候你脚上就得忙活啊 你这个棋小飞都已经不太能满足了 要不然你走大飞 大飞呢 黑棋跨下去之后 虎一个 对吧 这个地方你还有 留有一个一路的打 当然黑棋不能立啊 立的话被白棋往这一吃 黑棋左右两边打都不行 你从这儿打 白棋沾 你再从这儿一吃 这个白棋滚包 黑棋完了 如果你要从这儿打 白棋一沾 你再沾 白棋一下力 脚上活了 但是这个棋 黑棋只要虎 白棋就不好 你外面这块你得处理 你断 他长 你再一长处理好 黑棋往二路一飞 那么你右上角这块也不活 所以说 这个黑棋只要走到这儿 白棋就已经很头疼了 实战可解呢 是先往上靠压了一手 然后断 这个棋 白棋也非常难以去处理 你打吃他就长嘛 你冲也冲不出来 对吧 他这个打吃先手 就把你给闷进去 白棋也不行 实战 白棋干脆就从外面打 再沾 黑棋一尖先手 马上这个 这个旁边只要跑出 白棋先手一打 再一打 黑棋长 好 下一手棋 白棋从上方打了贴 这个棋呢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 黑棋打完之后 白棋可以沾到外面这一下 让黑棋拐出去 这个也是一个吊子 然后白棋往这儿一拐吃 看上去好像上方吃住了 但是我们 从稍后的实战进程来看 白棋还是很难 首先 这儿要被黑棋 翻打一下 这个点永远是个要点 白棋提 黑棋再一打 这个时候呢 白棋已经吃不出来了 再吃黑棋一尝 你再冲的话 那马上一提 这儿有个结 实战 白棋打完之后 可以说 连校错失了一个 绝佳的 扳平局势的机会 就是把这个 一堆子 给他弃掉 你把上方提干净 黑棋吃 你再从二路组度 对吧 黑棋右下掏脚 你就让他掏 白棋这个碰呢 是一个 组度的妙招 局部手机 他走完之后 活脚 你就把他这个断吃 这样的话 白棋右下掏脚的潜力 也是相当之大的 但是呢 连校这个时候 显然也是 什么都 什么都想要 结果什么都要不到 沾上 他想 还揪着黑棋 上方这块不活 但是被 克杰往这个二路一 反打之后 这个白棋 节奏已经不对了 实战走的是提 差不多 你如果一路立呢 白棋也不行 黑棋站上之后 你得补齐 这个眼 始终是个假眼 而且 那个右边这一块 被黑棋一跳之后 你还是得尖出来 不然的话 一手棋飞风 就带你封进去了 对吧 白棋还得再尖 然后黑棋往脚上一跳 你这个眼位根本不够 你上方这一块 还得继续出头 这个压完之后 搬跟黑棋长的交换 本身就已经血亏了 把上方的味道 以及控全部卖掉 再往中间跳 黑棋就这样一虎 你白棋要是想回家呢 可以啊 因为黑棋这个提始终 是一个先手眼嘛 随便走一走活棋 这个棋 白棋的控不太够了 那么如果你要是硬杀的话呢 那黑棋就往上贴 那你这个棋本来被吞进去啊 你还得出逃 黑棋搬了之后再一虎 那白棋龙没杀到 自己的龙反而死了 这个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 这个不管白棋是提也好 利也好 都不行了 我们来看实战 他提 黑棋一路打吃 白棋沾 下一手棋 柯杰走的也是非常稳妥啊 就猴了一个 这个棋也是看中这个上面的味道啊 这样走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跳的话呢 以后白棋不管是长也好 这个大也好 都是绝对的先手 所以说黑棋单猴 白棋往脚上去飞 黑棋搭住 下一手白棋还是压 黑棋搬起来 如果你要是刚才是跳的话 这个白棋长按里也是只能站 不然的话呢 这边马上打完之后 再一打一冲 黑棋就完了 但是你猴到这儿 实战他就可以搬起来 因为你现在打吃没用 打吃的话 这个黑棋就这样打出去 这个白棋是吃不掉这几颗子的 白棋实战往脚上一并 黑棋先手一提 白棋再站 下一手棋 黑棋往中间 去震了一手 那么上方这一大团 白棋都很危险 实战一搬 黑棋长 同样的这个时候 白棋打吃也没用 打吃这个黑棋一路打 那么就往外跳 黑棋定一手 白棋再打 压了 黑棋一段 上方什么棋都没有 下一手棋 白棋右边先一搬 威胁右边这一块 那么黑棋呢 也是非常的灵巧 你看这个就柯杰的棋风就出来了 现在右下角搞一下 白棋搬住 其实现在柯杰还没有处理到最极致的细腻状态 如果追求极致的话 黑棋应该把这下冲掉 冲完之后再像实战一样二路飞 这个白棋是没办法杀的 他尖你倒 他要是硬杀 从这个二路再尖刺的话 黑棋一沾 白棋唬住 黑棋搬 这个时候白棋杀不掉 你怎么办 你如果断 黑棋打完之后再一断 这个白棋右边显然也不行 插一口气 你如果要是沾的话 黑棋拍完之后 再一沾 你白棋都没法断 断的话黑棋一飞风 整个一大团白棋全死 跟右边黑棋杀气 你肯定杀不够 如果你这个棋要是单退手呢 那黑棋就简单的把这个一起 这个白棋已经粘不上了 右边黑棋全活了 所以说这一手冲也是挺重要的 实战它是单飞 单飞的话 如果白棋再施展刚才这个手段 黑棋你扳的话 就跟刚才有区别了 这个白棋就可以马上断了 你可能再冲底下冲不到了 这个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实战 实战这个白棋是挡下去 黑棋尖 白棋挤完之后 在里面破眼 再掐眼 黑棋一沾 那这个棋很明显 连校非常想从这个一路去扑 扑完之后把这个眼给破掉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黑棋一打 你不行了 你这个站不上 气太紧 只有两口气 你要反打的话 黑棋一沾 那你想杀 必须要沾这只眼 黑棋直接点刺在一夹 这个白棋一大团全死 所以说你想强杀 你只能从这掐打 掐完之后 再尖出头 这个就太过于勉强 黑棋从这一断打之后 再一贴 底下你得补吧 再往这一挣吃 刚好可以把白棋挣死 所以说这个棋 右边已经没办法杀了 那么实战 连校也是只能把这个头给闷住 黑棋一路立 你看这个利益以后 官子还能连回家 白棋血亏啊 而且你上方这块的问题 还没处理呢 对吧 被黑棋一病之后 这个断也没补 白棋实战靠了一个 回头沾 黑棋把头一闷 白棋右边 扳断 再一尝 可解就先把这个双板针冲掉 把你气紧住 再一贴 这个时候呢 白棋扳 黑棋打吃 其实我们要注意 这个棋不能断 断的话 被白棋这样一吃 再一吃 再一吃 黑棋一气被闷 这个不行 打吃 白棋尝了一个 这个棋你尝不尝 其实无所谓 你如果尝左边呢 黑棋跳一个 你再冲 他把你底下这边 先手一吃 再一断 这个白棋还是不行 你从这尝 黑棋沾 对吧 你这个吃 直接被黑棋 夹死 这个外面直接死掉 里面是个假双活 所以说白棋也是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实战尝了一个 被黑棋一打 再一贴 这个四个子先死 为了抢左边的 这个长的先手 黑棋一补断 跳方 白棋再冲 黑棋把这个补掉 因为你不走的话呢 这边马上一吃 再一吃 一气闷 黑棋补一手 白棋往旁边一跳 关键黑棋的这个挖 断掉之后啊 再一战是个先手 你看之前布局 时候 柯杰提前气的五颗子 这个时候又发挥作用 所以说这五颗子 可以说气的是相当的直啊 在打劫的时候用到了 对吧 让白棋在布局阶段 自补一手 这个是第二个用处 到了最后阶段 居然杀大龙的时候 还让白棋 紧一气 又得补一手 所以说这几个子 可以说是立了大功了 然后柯杰再往这一尖顶 这个时候白棋就认输了 如果继续走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扳 黑棋团一个 先保证这只眼 扳下来 白棋上方交换一下 再把这个气给紧住 这个是最大程度的 扩大眼位了 黑棋吃 你再先手一打 黑棋提 好 你再先手一沾 一粒 但是这个棋 黑棋左边 这一小块棋是活的 它可以马上把你的 这个眼给扳掉 你沾 它点 当你在点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黑棋往这一打吃 还是一个先手 当白棋再一瞻 黑棋一作眼 那白棋的大龙 整条全死 所以说这一盘棋 也是相当精彩的 一局屠龙局 这个柯杰 除了在左下开局 定型稍微吃了点亏 胜率往下降了之外 从右边的腾罗开始 可以说没有给 给了连校一次机会 就是在上方这个转换这 白棋可以弃掉 右上角这一团 但是连校没有把握住 从中盘开始到结尾 一直在被柯杰所压制 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 好 也是相当精彩的一盘棋 希望球门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